小小兵要上幼稚園 那么要开始上幼稚園 回归校园 不过大家比较担心的是 因为他一直都有异味性皮肤员 在上学之后 会不会有什么不方便的情况呢 我们请记者潘兆文 来为我们做更进一步的掌握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小小兵今天第一天上学 脸上眼不住兴奋心情 笑容满面看起来真的好开心 还和同学玩在一块 因为第一堂课就是玩拼字游戏 和小朋友的互动真的非常融洽 来看稍早的情形 没有爸爸陪会不会 不会 会不会想爸爸 不会 不会想爸爸 又长大了 爸爸为什么会搬跟斗啊 没有练滑斋 没有什么 叫滑斋 滑斋啊 滑斋 你之前有练过啊 对 之前有练过啊 刚才的老师为什么叫你搬呢 不是老师要搬 是说做一个自己发明的动作 小小兵在课堂上当场秀了一段 nobody 还有单手侧翻翻筋斗 帅气十足 虽然回归平淡的学员生活 但是依旧演示不了明星位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形 把镜头交还给同类主播 就是希望跟其他小朋友一样 都可以上课 但是呢 上学第一天吸引了大批的媒体 也吸引了各个小朋友的目光 这是我们看到上午最新的消息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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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